PS5 Pro正式发布之后 很多玩家都觉得贵 它将来降到多少钱买才合适 大概要等多久 这个视频我带大家分析并且预测一下 PS5 Pro定价699美元 不带光驱 相对PS5实际效果提升200% 光追提升2-3倍 而且还配备了2TB的硬盘 索尼为什么这么定价 是有依据的 PS5是36个CU 也就是计算单元 PS5 Pro是60个 提高了67% 渲染速度提高了45% 通过PSS2 也就是AI驱动 最终实现2倍的效果提升 这个200%是怎么来的 两个方面 一个是硬件只提升了150% 另外50%是靠软件和AI驱动拉伸的 下面来看价格 PS5数字版的定价是449美元 PS5 Pro数字版的定价是699美元 这么算下来 PS5 Pro的定价提高到了155% 和硬电提升了150% 正好吻合呼应上了 也就印证了那句话 一分性能一分价格 这么来看PS5 Pro卖699美元不算贵 而且还送了AI还有光追 所以还多出来一个T的硬盘 但是定价归定价 定价只是参考 实际还得看成交价 我们来看国内的实际销售情况 之前PS5 Slim的数字版 实际成交价曾经到过2600 由此推断2600乘以155% 价格就是4030 也就是说未来PS5 Pro的数字版 很有可能会来到4000档 那这个价格大家看着是不是舒服多了 那什么时候才能到这个价格呢 市场成交价由供需关系决定 2004年底就甭指望了 PS5 Pro首发一定很抢手 利价会很高 加上黄牛成交价和咱们普通玩家 是没有什么关系的 如果2025年PS5 Pro出了国行版 产能我觉得不会有问题 因为这个级别的芯片 对于AMD来说没有难度 不仅没难度 正好还是走量的产品 我估计PS5 Pro的货源会很充足 顺便我再预测一下 PS5 Pro数字版国行的定价 估计会在5500元附近 那这个价格怎么来的呢 同样参考目前国行PS5数字版的价格 再乘以155% 5500元的PS5 Pro数字版这个价格 估计买的人不会太多 再加上产能足 需求又不是那么抢手 嘿嘿 价格一定会下来 我大胆预测一下 PS5 Pro国行数字版会在2025年12月之前 会来到这个4000出头的价格 而且是全新的成交价 距离现在还有一年多 那么问题来了 你会现在买4000块钱的PS5光驱版 还是等一年以后买PS5 Pro的数字版呢